少妇的问题,女人的子宫的地方,第一个,干精一定落过,干精它。 黄晴,为什么小财无汤里面会用黄晴? 就是黄晴能够怎么样?去干家的,干精的湿热,能够去干家的热。 那为什么要用黄连?因为心脏跟小肠是表里, 心火下来过热,心火下来小肠过热的时候,我们用黄连,黄连。 黄渤呢,本身入下胶,入膀胱,能够去掉膀胱的热。 那你老师,这个湿怎么去呢?白足,白足是不是去湿? 老师,刺痘可不可以?当然可以啊,刺痘可以去它里面的湿。 那如果说这个太太呢,刚刚好也年代有痔瘡。 现在太太,太太们结了婚的太太,生了小孩以后, 十个里面有九个都有痔瘡,因为生小孩的时候,他们躺到身。 那中医呢,以前冲骨道尽是蹲到身,先真是在后面拉到太太的肩膀, 产孵在前面身,好。 那你如果说遇到痔瘡的时候,我们可以讲一下槐花, 好,两拳,如果严重点三拳,当归。 这一配上去的话,老师不是当归吃肉散, 跟当场便秘,不是,痔瘡也一起好了嘛,对不对? 好,处方就这样子,很简单,很简单。 那你如果说老师他是虚,身体很虚,好,那你问不可以吗? 因为已经有热了,用身体,虚的话我们还加脂子, 脂子,脂子呢,专门是这一味药,就是同时可以去虚,可以去热。 那如果病人并没有虚,虚的症状就是人体力倦怠无力, 那就会有虚的现象,同时舌头呢,比较肥大,都是虚症。 再来呢,我们来看寒丝。 寒丝的处方跟热丝的处方很雷同,为什么? 因为丝是一样的,唯一的寒不一样,所以说我们要去丝,我用红的,如果是寒丝,寒丝出来的带呢,都是白带,无味,没有什么味道,那滴露,露得很严重。 对,有的时候严重呢,好像吐蝉出来一样,因为寒丝的人呢,他下交阳不足,阳不足的时候,他没有办法固守,没有办法固守,所以他白带带来的会来的很多。 一般来说,女育子有带,大部分都是,情绪不好,先生不好,或者是什么样子,好,这才会造成这样。 那我们就要开去寒的药,比如说泡腹子,泡腹子,去寒。 泡腹子它阳不足的时候,同时白带有漏下,我们泡腹子来顾阳,那个收敛的,收敛它下交,再配上白足,白足一样。 所以当你确定病人需要泡腹的时候,你放胆的开,不会有问题的,就怕你那个什么样子,这个铅笔不够尖啊,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英文的一个讲法,就是你要,你的pens are very short,开插手厨房,很锐利,一刀去见绝,那你开个三钱,五钱都没有关系。 有的人呢,怕,一钱试看看,会两片,那病人吃下去呢,没有感觉,就是要错了,不敢了,你懂不懂我意思,我一开的时候,像这种重症,我有时候一开的六钱,七钱,还有一个意大利人比我还高个头,一开就是八钱,一剂药啊,等一下讲个案例,还吃错药,那个病人还,本来是九碗煮三碗,还是九碗煮两碗,更浓。 好,我把我生腹吃下去,我把我吓一条,还好没事,好,等一下讲个演听,那这个加在一起的时候,那带在这个子宫里面,带很多,很多是诗,遇到寒的诗的时候,我们把它从小便立出来,跟这个不太一样,茯苓,因为你要把它立小便出来,所以茯苓的剂量会超越白族一点,如果你是立宗教, 我们那个老师,那个胃口不好,这个小金钟汤下去呢,还是诗很正,我们小金钟汤会加着白族茯苓,对不对,那个柜汤加白族茯苓,这个时候白族跟茯苓是等量,因为是宗教,那你现在在下教,你要把它这个带从小便立出来,这个用茯苓,用茯苓比较高一点,那遮械,还有什么,遮械五钱,猪磷,猪磷呢,是专门立下教的, 猪磷三钱就好了,那你这个厨房一下去,带也没有了,带也没有了,所以诸位掌握这两个原则,就可以了,这是基本的厨房,那你如果看这个太太很忧郁啊,你跟她说,你这个有白带多久了,我白带三年了,那你的婚姻好不好,我三年行离婚了,想这个物主嘛,情绪不好,那你就可以加一些,像郁金啊,像干麦大早上啊, 你问她有没有常常看到鬼啊,诸如此类的,那怎么办,对不对,那怎么办,你不能说同情啊,对不对,看一个病人跟他一起帮一个病人,这不得了了,好,不能同情,好。 好,这就是她刚刚讲的意思,针灸的时候,对很简单,大家现在针灸都很不错,很强,这个针灸当中你这样写就对了,你不会很强,就不要写, 对不对,她作为针药来行,不要把你写出来,写到被我们笑,对不对,像这种针灸女人的带,你说老师你刚刚开的祖宗还在药房里面煎,以前古代,你要想我在焦的时候你是古代,还在药房的生活在煎,那你没事干,那病人躺了,对不对,到那边老鼠还在带,对不对,那这个时候在煎药的种子你可以帮她下针啊,对不对,女人有带的时候下针,像三阴焦,雪海, 那负针的时候你可以扎,腹部的时候扎,严重的话扎到腹部,中级,官员都可以,那你说老师我要快一点,可不可以,当然快一点,可以啊,引白,为什么叫引白,就把白的引起来,所以白带的时候你引白针下去,她还躺到床上,已经没有带了,然后你那边煮药,药还没煮好,病人已经躺了一边,已经好了,然后再吃你药,第一碗下去,你看小便拍出来,就好了,就那么快,那我讲过,一再跟大家讲, 中医的最高的境界就是,针下去就立竿见影嘛,吃药吃第一碗就知道了,不然你还要怎么样的境界告诉我,再超过这个就不要针,不要,不用下针,不用吃药,对不对,好,这是中医的经方,好,好,接下来这个处方呢,是中医里面很有名的一个处方,过去呢,我用了很多这个处方,专门,专门帮他才能助孕, 那这个小姐,太太小姐到现在目前为止呢,经过我们中区去帮忙,好,让他生小孩的,生下来的小孩,好,百分之百都是男的,无一例外,好,所以我每次跟病人讲, 他来自,好,infertility,就是不应症,然后,嗯,太太,你求问你啊,你要男的女的,先讲哦, 他说我无所谓,好,你无所谓啊,吃了我的药,你怀孕,保证你是男的,好,那我想要你呢,找对人呢,我可以帮你,对不对, 有没有学过那个《黄帝年经》最后一段,这叫做我们做大一的话,一定要懂六任,周一六任,周一六任,地理位置就可以帮他改, 否则的话,你用中药吃,吃中药得到注意的,千篇一律通通是男的,然后特别跟他说,你放心,中药很公平, 你金头发来眼睛吃下去,你绝对不会变成黄头发,可以,这个中药不会变成中国人, 你还是男的,好,还是一样,跟你们很像,不会变成中国人,你放心,好了,那效果非常的好, 这是第一个,我们会用温津汤,待会介绍温津汤的汤方的时候,就会了解到,现在就讲, 为什么时候,什么时候要用温津汤,这个太太呢,连五十,我们七七四十九,天魁要接, 好,应该女孩子要进入更年期,但是这个写更年期的时候,你要记得, 温津汤除了更年期很好用以外,没有更年期你也可以用,你不要说老师, 我就要等他五十岁以后,再开用温津汤,你实在是,真的我不晓得怎么教你,把你赶出门, 好,那这个,中年以后呢,病有夏丽啊,病人夏丽,好,夏丽呢,这个夏丽是什么, 不是拉肚子,这是下雪不止,流雪没有停止,更年期到了,结果他流雪停, 应该停了,还是有路,还是有月经,数十日不停止, 一只不来,一只不停,不断的来,木贼,木贼到了,傍晚黄昏的时候就发热, 这个黄昏是人间最美的时候,结果他在发热, 少妇礼籍,礼籍厚重,富满,手掌繁热,唇口干燥,河野, 张总理说,这个病呢,属于带下的病,为什么, 就是过去这个太太小姐可能有流产过,或者有淤血在少妇没有去, 为什么呢,这是唇口干燥,唇口干燥, 我们知道身体里面可能有些淤血呆在里面, 那我们要把它这个去掉,叫做温精汤, 所以这为什么叫温精汤,就是说这个汤药很温, 药性很温,它能够让月经调理, 它能够调理月经,让月经变成正常,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太太小姐,她月经不正常, 常常有时候延后,常常停歇或者怎么样, 你可以用温精汤来做加减,温精汤来做加减, 那这个温精汤要用的时候,一定是唇口干燥, 唇口干燥,腹满,肚子胀满,月经不调都可以使用温精汤, 现在经方里面呢,最有名的调理月经的方子, 就是这个温精汤,大家来看这个温精汤, 温精汤第一味药就是无珠宇, 无珠宇呢,入肝,在治症上面的时候, 是肝虚的时候用,肝虚的时候有几种状况, 第一个,头痛,呕吐,老师啊,这个病人呢, 不管他月经来不来,反正头痛, 只要头痛来的时候,呕吐了,吐翻了, 就是温精汤,就是无珠宇汤, 因为无珠宇入肝,我们头部呢, 这个肝脏,直接进入百会,然后再到眼睛里, 所以眼珠子痛,眼珠子后面痛,旁边痛, 都可以使用无珠宇, 还有呢,肝精是不是落到子宫,子脏, 对不对,所以说我们会用无珠宇, 来补他的虚,当归穿穷扫药, 这个我们讲很多了,扫药能够止腹痛, 如果这个,在这个处方里面呢, 大家看,各二两,就是无珠宇外, 加重无珠宇外,当归穿穷扫药, 人参贵枝,阿娇,单皮,生姜,甘草, 都是等量的,当你,这是原方式等量, 但是你一定要会做加减, 比如说,现在这个太太来呢, 她是人很虚,就是便秘, 对不对,你无至于我们知道, 可以补肝加的阴,肝加的阴就是肝脏的血, 阿娇我们可以加重, 但是病人人很虚,那有肚子又痛, 里面有血洁在包门, 草药就可以加重, 那它有便秘,便秘的时候人那么虚, 你再去大黄盲销很累, 我们把当归加强,当归里面有油脂, 会通力大便, 所以你如果不相信当归可以通力大便, 你再去买个五千,回家煮当归汤吃, 吃饭就下力,因为里面油很多, 那你如果吃了,老师我没有下力, 那个当归不好,那个药房不晓得怎么保养当归, 像我们的,我花了很多钱在保护药上面, 你到我诊所去看,以后你会看到, 一排冷冻箱,很多药都冷冻起来, 所以我当归拿起来是油的, 那外面的药房,台北很多药房, 或大陆很多药房,不知道当归要冷藏, 拿起来是干的, 那个当归没有油,怎么叫当归呢, 所以我的药有效,他的药没效, 我的药会稍微贵的, 因为我每天这个药花了很多钱在里面, 同样是当归, 到手上我就冷藏了, 所以说这个药呢, 当然我们会用到贵枝, 叫人参啊, 生姜甘草, 这都是形阳的药, 所以补血, 阿娇能够止血, 但是血很虚的时候, 阿娇可以补血, 同时呢可以立月经, 所以过去呢我们用阿娇, 病人没有月经的时候, 来没有月经来哦, 三十个月没来, 可是他就是这个温金汤镇, 我们开阿娇下去, 他吃完月经就来了, 所以说人虚的时候, 阿娇照样可以让月经来, 就时政的时候, 你看那女的体格很壮, 那个波夫骂街那种人, 对不对, 那阿娇一下去, 他月经没来, 闷死他, 他胸部也脏回来, 因为奶水下不来啊, 情绪又不好, 本来是奔赴骂街, 波夫骂街, 对不对, 吃完以后被你发光奔走, 发光奔走以后, 他就把他送到台南那个叫什么, 那个什么龙啊, 龙发糖对不对, 送进去, 对付那种波夫骂街最好, 那这是阿娇的补血, 所以虚实你要看清楚就好了, 所以我们的黄莲阿娇汤, 黄莲阿娇汤是补心血, 所以我们没有黄莲跟黄芹做导药, 能够把阿娇放到心脏里面去, 单批是活血化鱼, 子宫的活血化鱼, 那一般来说这温金汤呢, 我们会加一些, 你看张若女, 张仲锦在致妇科的时候, 像半下后补汤都会用到半下, 为什么, 因为弹, 那女孩子想的比较多, 这个比较忧郁, 比较忧郁, 那我们都会用一些半下, 把弹去掉, 曼莲东呢是润肺, 润肺, 所以这个药你看的时候, 我们用跪姿, 因为我们的偶像, 我们的偶像, 那我们的偶像, 我们有很多东西,